西兰人往的首尔车站 附近街头隐身许多企业大楼 不难看出城市活力 而同归亚洲四小龙的台湾 却被汇谕姓品点名 薪资低人一等 看看南韩2016年 人均GDP两万七千六百三三美元 台湾则只有两万三千五百七三元 再比同被评为AA级国家 人均所得中位数是四万一千三百七十元 更少了1.7万美元 香港跟新加坡它是一个城市型的国家 一般城市型的国家所得都比较高 所以你要比较的话 你要拿台北市去跟香港新加坡比 和城市型国家难比较 那看看近五年的加薪力道 南韩征服达到百分之三点七八 新加坡也涨了一万四 香港也有超过百分之二 而台湾只加了三千两百元 征服不到百分之一 均的不高 它就基本的支出完了之后 它基本就是要省一点点钱 也要买房子干嘛 所以它基本上就不支持 薪资停滞南台民间消费 专家就直指 内需是台湾经济成长 重要关键 弱项是民间消费跟政府的消费 民间消费大概占五成五 政府消费大概占了一成五 那民间消费大概预估只有1.7 把他1.8 如果能够拉高一点点 对成长会有用的 不过会议信平乐观评估 2017年台湾经济成长率 渴望提升到百分之2.1 且抵抗两岸关系和经济风险 靠的是充裕的外汇准备 和占GDP百分之43.6的金厂账盈余 没钱的时候就从互助会借 那但是等到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也可以有他的帮忙 我们台湾是没有的 求人不如求己 但靠自己想多储蓄 还是得开源 从薪资提升起 东森财经新闻 刘沛琪刘子腾台北报道